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11月27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 社福乐·Scheffler宣布携手设立联合实验室 推动人形机器人相关研究与创新 强化新加坡作为区域智能 自动化机器人创新枢纽的地位 这座位于南大校园内占地9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将重点发展协作机器人自主移动机器人平台 以及辅助机器人系统 应用领域横跨制造物流和医疗保健等 根据文告、实验室将与其他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合作 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机器人创新枢纽的地位 并为新加坡强化先进制造业和机器人技术的战略做出贡献 德国在工业自动化上的深厚底蕴 与新加坡在亚洲科技枢纽的长期布局互相叠加 让这次合作不仅增强产业实力 也显著提升新加坡在区域科技生态中的地位 那么你可能想问这座 实验室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新加坡将如何借助德国技术 重新定位亚洲科技版图 接下来我们一起往下看 新加坡每一万名员工拥有700多台机器人 全球排名第二 但背后的真相是 新加坡不是爱用机器人而是别无选择 在一个劳动力持续减少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国家里 维持产业规模的唯一方法 就是通过自动化与智能机器人来抵消人力缺口 制造业、医疗业、物流业 都无法靠传统人力继续支撑 而机器人正是新加坡提升生产力 保持竞争力的结构性解法 协作机器人、移动机器人、医疗辅助机器人 这些技术不是未来 而是当下迫在眉睫的需求 新加坡要保持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就必须让机器人深入到工厂、港口机场医院 以及所有劳动力密集行业 于是问题来了 谁能在本地提供先进机器人技术 谁能把真正可落地的机器人系统做到产业级 南大拥有全球领先的机器人研发实力 而社福乐则掌握了世界最 成熟的工业级精密机械技术 两者结合正好补齐新加坡 未来十年的产业痛点 南洋理工大学长期以来是新加坡 机器人研究的最强大脑之一 不只是排名好 而是它真正具备 能把复杂系统做到产业级的科研能力 从自主机器AI控制材料工程到机械系统 南大已经形成新加坡最关键的机器人技术生态 而社福乐则是德国工业精密 机械与自动化领域的核心力量 他们在全球制造体系中的角色 不只是供应零部件 而是能把机器人执行结构 传感机电组件做到极致稳定 在机器人技术中学术突破很重要 但真正能落地的 是能在工厂连续运行上万小时的工业技术 南大的科研前沿 与社福乐的工业级执行力结合 正是新加坡最需要的组合 因为这意味着不只是发表论文 而是把技术做成能投入港口 医院物流中心电子厂的真实系统 更关键的是新加坡长期希望打造 研发及生产的生态 让高科技产业在这里落地 而不是只做概念 这次实验是聚焦协作机器人 自主移动机器人与辅助机器人 看似只是学术方向 但实际与新加坡国家需求完全对齐 协作机器人是未来中小企业 与工厂的主力 因为他们成本可控 安全性高 部署快速 能够帮助大量依赖手工的产业提升效率 自主移动机器人是港口 机场医院与工业园区的必需设备 新加坡作为全球物流枢纽 本身就对这类机器人有巨量需求 而辅助机器人更是未来医疗体系的关键 随着老龄人口急速增加 新加坡必须依靠自动化来 维持护理与医疗服务的稳定 否则人力永远不足 南大与社福乐的协作 使新加坡能建立起一套 真正完整的机器人能力链 从科研设计到工业级部署 都能在本地完成 这代表新加坡不是购买技术 而是开始生产技术 当本地企业医院与港口 未来需要先进机器人技术时 新加坡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并进一步向区域输出 此次合作让新加坡在东南亚 科技竞争中占据了更高的位置 也吸引更多德国、日本、美国的先进制造企业 愿意把研发放在新加坡 而不仅仅设立销售或管理办公室 对政府而言这完全符合 先进制造2030的国家计划 让新加坡制造业更高 科技附加值更高 同时也让外资看到本地具备 完整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 对年轻人来说 这代表未来的工作机会 不再只是服务业 而是更多高薪的机器人AI与自动化职位 对社会而言 这意味着医院更高效 物流更自动化工厂、更智能化 而新加坡整体竞争力也随之上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认为新加坡的机器人生态能 在未来五年内达到怎样的高度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